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顾良 出事到现在你都不听我解释 还带着一个什么小演员 像什么样子啊 我跟苏妍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一号你做了那么多年了 角度和偷拍的套路你不知道吗 这都是批的 批的 如果那些照片都是批的 你早就告他们了 江云泽 我们俩有话就直说吧 我也不是不能帮你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引的男女主角 就用白真和路染 永远雪藏不素颜 这 这不是逼我吗 江总啊 时间不早了 您还是请回吧 你走吧 顾良 你为这个小半脸这么对我 你等着 走 他怎么说 一个男人 男人 没想到他那么去 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搞上了 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怎么 你心疼了后悔了 怎么会呢 我只是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还跟我提那样的要求 什么要求 好 素颜 退一步海阔天空 要不我们就答应他吧 他说了 只要把物影的男女主角 让给路染和白真就可以了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一定要做演员嘛 顾佳和江佳这么多工作 你哪个不能做啊 江云泽 你别忘了 我才是顾佳的亲骨肉 你这么对我 因为就可以安安无事了嘛 你这么对我 因为就可以安安无事了嘛